Hello,我是Victoria 歡迎收看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來到蒙古 2023年4月 我去了一駐蒙古國旅行 至於為什麼會去蒙古呢 其實是因為8年前 我去西伯利亞鐵路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因為當時坐了由中國直接去俄羅斯的K19列車 其實我是坐過了蒙古的 所以這一次旅行對於我來說 其實都算是一次圓蒙的旅行 很多人聽到我去蒙古之後 第一個問題就是問我 你是去外蒙還是去內蒙 其實我這次去的是蒙古國 所以就是平日大家所說的外蒙 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 地理位置上 位於中國和俄羅斯中間 它有自己所說的語言 而且它還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內陸國家 面積是香港的千多倍 不過人口只有三百多萬 比香港還少 蒙古國的首都叫做烏蘭巴托 雖然好像不是那麼多香港人去的 但其實它距離香港 都只是大概四小時左右的機程 而且還有直航機 是由蒙古的航空公司 Miat Mongolian Airlines 營運 今天我們要坐這個Miat Mongolian Airlines 第一次搭 Miat Mongolian Airlines 去烏蘭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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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還沒降落烏蘭巴托 其實已經看到蒙古國一望無際的雪景 好像去了另一個星球 烏蘭巴托位於蒙古的中部 是蒙古的首都兼最大城市 整個蒙古有接近一半的人都住在這附近 而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超級多車 很可憐 汽車太差了 現在有很多戰爭 很多學校都住在這附近 很多人都住在這附近 早上和晚上都住在這附近 由於剛才塞車已經塞了幾個小時的關係 所以我去蒙古的第一天其實是沒有做什麼的 只是在市中心走一個圈 HELLO 這裡是蒙古的首都布蘭巴托 那現在呢 這個是布山道 最近好像都下很多雪 但是你看到這裡很骯髒 這裡呢 就是傳說中的國營百貨 傳聞就是裡面 有很多東西賣 還有我現在打算去門前 那一會兒 就是聽有很多東西賣 有很多東西賣 我知道 這個畫面 就很美 幾個就是 有很多東西賣 有很多東西賣 大家好,我現在在布蘭巴托 我想是最中心的區域 你會看到其實這裡有很多高樓大廈和辦公室 這一晚我約了一個蒙古的女生吃飯 其實我本身不認識她的 但之前在網上找一些蒙古的資訊的時候 就看到她的YouTube Channel 知道她是一個曾經在台灣留過6年的蒙古女生 所以她是懂得說中文 就悶悶地約她出來 Hello,我是明星,我是蒙古人 我現在跟Victoria一起在 她就很有趣,她沒有見過我 我叫她出來,她就出來了 我剛剛真的就這樣 這個是就是 是就是,蒙古人很常喝的一個飲料 然後就是鹹的奶茶 就是比較特別的就是她會加一點鹽巴 而不是糖 就是她不是甜的 有些人會加一點油 我要吃我的第一餐 蘑菇料理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吃臭的 吃臭的 這個算是炒麵 對,炒麵 然後這個叫什麼 然後這個是那個貨水 這個很大 謝謝 這個外皮 濃的 你看,就是我 剛剛不是吃臭的 這裡呢 就是 著名的食物吉斯洋港場 不過現在晚上 吃點到很寂寞 都喊毛麥芽 要落雪了 這個就是我在蒙古國的第一天了 明天我就會離開烏蘭巴托 出發去郊區的地方玩 不過這個旅程的最後幾天 我會再回來烏蘭巴托 還邀請了明美到時候再帶我去玩 大家記住要看完之後的episode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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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